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七匹维和步兵营副营长穆成达 我是04年入伍 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 从军到现在有17年的时间 我们第七匹维和步兵营 从进入任务区以后 有长巡 短巡 成巡 还有武装护卫 包括我们整个一文号式的警戒部位 我们执行朝鲜任务 所面临的困难是多元化的 也是多样性的 当地的部族之间的冲突 季节气候的变化 疾病肆虐的疫情 对我们任务分队 执行任务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有可能当你到达任务地域 它的形势立马突变 产生了一些武装的冲突 可能会治愈我们长巡分队 在冲突的冲突 或者是说 会有火力爆炸 弃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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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 对人民共和民主流 对此就可以困难 有一个保持的 上司会件事 是在美国的中国的冲突 产生了 和住屋这里 但是这些危 thumbs 是在黄炸强炸弃炸弃炸弃炸弱炸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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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弥 在1990年 只有一年份 再来通过 最近开始 中国赢疫苗炸弃炸弥炸弥炸弥炸弃炸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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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弩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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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第一次得知有这个任务 我是第一时间先跟组织进行了申请 我的家人对我还是比较支持的 能有这样的机会到海外来执行任务 可能说是我一生唯一的一个机会 我现在是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临行的时候呢我的妻子她告诉我 老公你放心 在你维和期间的一年里 我一定把我们的孩子好好抚养长大 你在维和的过程中 不要有任何的牵挂 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我的女儿现在六岁 我出来之前 我在地图上给她画了 我说爸爸要去南苏丹 执行任务 我在地球仪上 给她指出了南苏丹的位置 我的女儿 用幼稚的双眼看着我 爸爸 好远了 你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说我要一年 她跟我说 她说爸爸我会想你的 一五一一 你看这是谁 你看这是谁 一皮包 哎 哎 爸爸呀 爸爸很快就回去了 爸爸执行完任务就回去了 不危险 这边环境还是很好的 不危险 我都联系不上你呀 嗯 她可能就信号不太好嘛 不方便联系 注意安全 嗯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能有信号的时候就跟我联系 哦 行 如果有信号的话 我第一时间跟你联系 维和军人 我这是 我是中国人民集合军 维和军人 我这是 为旅行崇高使命而战 为他为祖国崇利而战 我们都是在一个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不应该饱受战乱 不应该受到疾苦 受到食物的短缺 医疗的匮乏等等其他的制约 那我们维和就是履行一个大国担当 一个大国使命 中国 南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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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犯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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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大並不等於霸權 我們派出違和任務 體現的是我們的大國擔當 和大國的責任 同時也響應著習主席提出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武器的主動物 剛才能說明 作詞・作曲 許多 武器的主動物 大學為主動物 維持多 成本物 心會有壓力 福尔夫